大家好,歡迎收看港利泰的綠水青山深圳片 今天錄音的時候,就是打風10月13日 終於可以早上錄音了 大家知道今天10月13、14日 其實是中央市場的習近平大大 就來深圳巡視 昨天開始已經下來了 他的目的就是慶祝深圳成為特區40周年紀念 南巡三天 第一天就已經在潮州擺訪了鄉親父老 因為習大大七、八年就在潮州那裡住過一段時候 跟著去伯爺 是的,深圳其實跟習大大的關係都很有關係 原來他爸爸習仲勳以前就是在廣東省的時候做過省委書記 那時候他做省委書記就特別去巡視過廣東省一帶的地方 包括剛才說的潮州和深圳 最重要的是呢 習大大的爸爸習仲勳呢 就是寫了幾份報告上去給中央 就建議去做這個 在深圳試行這個改革開放的 那所以呢 其實 深圳的改革開放和習大大是很有淵源的 對啦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哪個造裝呢 對那裡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 那裡的強項 是很充分的發揮到 包括了 就是當時很多年前的阿大叔 他一上來的時候就上海了 跟著呢 現在習大大上來 深圳就真的交足功課了 這次呢 習大大很匆忙 其實我感覺上 或者是很快速的來到啦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他26號又要開五中全會 十四個五年計劃 那些東西的 那變成其實都很多事情要搞 但是這麼多事情要搞 都要下來 哇 真的令我非常之感動 不過當我看完之後 原來呢 這次呢 將會有很多人呢 要去見他 那原來呢 schedule 了 那就是呢 就是明天 10月14號 那就會在年花山開大會 那你就首先呢 就要向這個 鄧小平的雕像 獻一獻花 那同行呢 將會出現的呢 就包括了 中央辦公廳的主任 長上了 還有 還有 葛蘿翔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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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haupt 糟糕 那 還有 所有 我們都聽得到的 還有 都要上來的 還有 先 leaving 所以呢 還有 真是震荣鼎盛 今次除了慶祝40周年紀念 其實他們還有更大的規劃 就是要全面深化地改革 改革深圳 令深圳成為整個中國的改革先鋒 今次他們來之前 原來我們鄉島人真的要看多些央視的報道 原來央視已經做了兩個節目 一個叫做先行示範 深圳打造高品質發展新高地的一個報道 裡面資料豐富 A軍看完最初看見這些內地式的 會不會很官樣文章 誰知一看 哇 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深圳很厲害 首先講講這個先行示範 怎樣打造高品質發展新高地 那他真是震荣的 講這個深圳有多威 首先提一下 第二 22秒 沒錯 22秒是什麼呢 就是深圳海關一個報告的過關速度 原來就是 好了 他說一百多戶 一百多戶是什麼呢 就是深圳誕生的戰略性新興企業的數目 每一日誕生的數目 現在補充給大家聽 深圳已經是全世界率先實踐 5G獨立組網全覆蓋的城市 是第一 過去四十年來 深圳 拿了一千多個全國的第一 好了 講了一些過去的東西 講到第二天要減少 建設方面 明確要求什麼呢 2025年 深圳要建成 現代化 國際化 創新型的城市 2035年 就要成為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刀 喂啊 B君 要不要在深圳買一層樓 哇 已經有了 有了很多年了 還要按摩335解 B君會很富貴 網絡旁邊的朋友 記得認住這個B君 好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 有些創業、創新、創意 原來就有一個實驗室 就是要他們做回 要他們要求做得更加厲害 已經做得很厲害 其實 要市場化的方式 鼓勵智慧財產的授權 以及技術的轉移 原來就在廣東 首個重點的實驗室 彭城十二室 有二十幾個院士 聚集在這裏 就要透過深圳、大灣區 去做好技術轉移和授權 將這些產品 commercialize 一個 國地專案 有126個 再說說 在那區 就是蛇口區 發展 成為了一個 20萬噸級 5G 全自動智慧碼頭 哎呀 香道都沒有 對了 通往國際集裝商航線 有219條 通往100多個國家 和地區 300多個港口 外貿出口 連續27年 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27年 好 今年以來 推出了 14個領域上 210項 優化的一個營商環境改革套司 到現在 接近300間 世界500強的公司 在深圳投資 有一樣東西 真是恨死全世界 原來今年1月到7月 深圳 實際使用外資 近49億美元 逆向增長12.8% 即是當全世界 都搞不定疫症的時候 深圳一早已經搞定了 而且還在不停地發展 對啦 所以一數出來 立即A軍 馬上呆了 原來我們旁邊的區 已經去到這麼威猛 A軍 只要記住 他這個5G獨 這個城市 原來還有這麼多 已經做了 是啊 除了這裏之外 還有剛才說過 有兩個電視節目 另外一個 都是很有中國特色 很詳細的一個傳名 我們說說它的傳名是什麼 就是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先行示範區 綜合改革視點 實施方案 2020到2025年 嘩 所以整句話都很長 好了 這個是說什麼呢 原來呢 是一個 2020到2025年 總體發展的方案 嘩 你知道這裡有多少點嗎 27點 嘩 這麼多點嗎 是啊 分了做多少個大項 八個大項 27點 是 那就是 A軍就叫做 略略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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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要更高層延掃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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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三个位置,2020,2025,2023 这个就相对分得再细致一点 2020就是今年,第二就是市场化的配置 2022就是低度建设,要得到重要的进展 接着2025就是要有标志性的成果 目标第一就是2025年做到 要做些什么呢?开始讲实际东西 逐个说,第一个就讲土地管理 搞些农地和活化工业用地 接着另一个,落户方面 就是要将户籍变得更加有弹性 第六点,B君说开,B君说一说 它那里主要就是要试 如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和 或者是传托彭证 对了,就是搞CDR 不止ADR,现在是有中国的传托彭证 也就是建立了新衣版的挂牌 转版上市机制等等 优化了这个私募基金 总之呢,简单说一句 所以就要将这个深圳成为了 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hubs 还有要先试一些新东西的hubs 是啊,这个传托彭证那里 其实有点点东西 我说错话,你紧正我 不紧要不紧要,继续继续 大家知道上海和深圳那里的股票市场 可以在伦敦那里上市 是的,那个主要是传托彭证 没错 就是说你在伦敦市场那里 根据这个传托彭证 去买卖中国的A股市场的股票 可能只要有几个股票才可以买到 现在就反过来 外国的股票可以在深圳的市场 可以在深圳那里上市 去做这个传托彭证去做买卖 即是我在深圳都可以买海外的股票 情况就等同香岛那些股票 就会用ADR的认识在美国那里做买卖 所以有时候我们早上起床看这个电视的新闻 都会发现为什么会说 美国那边的香岛的股票主要的价格的上落 为什么他们都会报一报 其实他们说的是ADR的价格 同样现在我们要发展这个CDR 就是将外国那些公司在大陆有得trade 所以将来我们可能真的去搞完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苹果的CDR会是多少呢 这样的了 是的 其实我们真的能帮到 深圳作为新的金融市场去和外国接轨 刚才还提到一些私募基金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要搞这么多创新 刚才我们提到的东西 叫做commercialize 要做commercialize 一个的product 要用很多东西才可以commercialize 也要钱 所以就要搞一些私募基金准入的环境 简单说一句 未上市之前就帮你抽大它 甚至于这些私募基金 除了说要有钱投资之外 只要加一边银行合作 例如我要做一个外卖 其实就是需要介绍其它部份 包括一些餐厅 如何做优惠等等 那些私募基金帮你拉一线去工作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在金融方面 要做什么呢 要做VNTech和数字货币 是啊,數字貨幣其實深圳一早已經算是一個先行者 大家弄開的微信之父其實就是一種數字貨幣 所以深圳行數字貨幣的先行其實是很有 已經在行一定的規定 包括是減少了貨幣的發行 多了用數字貨幣去做日常的消費模式 由於約27點那麼多 第一節先講到那麼多 大家留意第二節